3月8号女神节 建成老师告诉大家 我们要和平奋斗救台股 带着会员好朋友 我们all in了 4919的新唐老师 全力打 欢迎好朋友来到 古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股成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田径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有没有跟着老师一起all in 你不需要压身家 记得在对的时间点 就买好买满买饱来就对了 在女神节当天 老师还特别把国父跟普丁 通通放在同一个画面当中 还告诉你普丁来送大礼了 然后建成老师 还直接很大声告诉你 老师不但把他家的豪宅 拿去抵押 拿去贷款 就是要请大家 跟着老师一起来all in 在当时听话的人 今天都笑到嘴巴合不拢 做梦盖着棉被都还要哈哈笑了 对啊 因为怎么样 挥出拳雷打 今天的新唐 我跟你说 你从早上九点钟看到下午一点半 大家都在跟你说新唐了 但建成老师什么时候跟你说新唐 两个礼拜前 乌尔战争大家下了要死的时候 对 对不对 人气我取 你在做航运的时候 老师来 你这两天你还要在那边 铿铛铁的时候 有没有 你看到今天的电子股喷 你才要卖掉你的钢铁 再来追电子吗 你才卖掉你的航运来追电子吗 你这样对吗 节奏 你这样永远就是怎么样 最高杀低 你永远赚不到钱 真的 你永远没有办法靠股票 赚大钱 赚大钱 真的 我讲的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可以讲的这么准 二三十年的古灵 看多了 古海浮浮沉沉 对不对 我这算想到一首歌 哪首歌 海草 海草 人生啊 你们要唱 茫茫哟 对啊 现在变成 古海啊 茫茫啊 浮浮沉沉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你看 有多少人就是死在沙滩 对不起 我就告诉你说 打在沙滩上 你基本上我的股票你买进 你就等就对了 你就等就对了 你不要等 对不对 我们会员来等 你看一下 讲到all in 对我们是不是 我说我们的清代会员 我前一阵子讲 听说老师 你要那个什么 all in 你不要all in 我把我的房子都拿去all in了 对 对 老师都已经自己all in了 然后那天晚上我要睡觉钱 然后他就赖我 老师 那我这个 你今天在节目说要all in 我要跟那个 我再去跟我先生要钱 我跟我婆婆借钱 然后 明天你再带我买 我说你还有喔 有啊 有啊我有婆婆啊 对不对 疼我的婆婆啊 对啊 爱我的老公啊 他说老师 你这个房子再拿去 你要利息 我都不用利息 多幸福 我把他拿来all in 我赚到钱我留着 我把本金还他们就好了 剩下的都是他的 对 赚的都是他的 你看 幸福 今天 4919新堂 对不对 我之前我还把我叫他买什么的贴图贴出来了 贴出来了 对不对 好来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能不能公布新堂了 你可以看一下新堂他们不多 6张 因为6张那时候买145的 145左右 大概80万左右 好 6张 6张你看一下 6张就至少一张30块嘛 一张3万嘛 3、6、18万 对 至少18万 你看他的报酬率多少 新堂18万 19.45 快20% 有没有 20% 有没有被我说中 我说你在甜蜜去来的时候 你跟我在最低点 挥棒权的打 来 20% 少则10% 对不对 不然就20% 你看到今天新堂大涨 我告诉你 现在你请你转台 上上下下坐坐 哪一个人不在讲新堂 新堂好棒棒 就我在大涅满的时候怎么没人在讲呢 讲航运 讲钢铁 来那你航运那一波你赚到20%没 你这两天你钢铁你赚到20%没 我说股票 你要左锅右锅你不会有钱 真的 你赚了两三块你就要走了 你因为这两天钢铁你赚到你今天要再来追我的新堂的 那你真的就是追高杀低啦 我欢迎你来追啊 为什么帮我们抬轿轿没 对我就说我的策略新法就是巴菲特加大老鹰操盘法 至少是独门新法 我们做大老鹰我就告诉你说你要跟我做大老鹰就是买进 翅膀展开等风来 今天风好大 投信也来外资也来 今天风好大 所有的风都来了 今天把它吹到了历史新高了 这一档新堂赚了快20万 有没有 对 记不记得他之前 20% 金像电 有 20张 2368 20万 两个价钱40万啊 还有吗 还有啊 连电啊 连电也有 连电接到54 今天连电有到54啊 对 对不对 一张算4块好了 讲到连电不是有一个还不是我会员的 听我讲连电去all in在53点多 53点多对不对 对 没错 我前天不是告诉你 53点多你会解套 有 你现在不但解套 而且你都赚了 对啊 对不对 连会费都有了 有没有 对 如果你早点来跟着老师的实力做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赚更好 我跟讲他 他赚的不止这个 还有 他很认真看我直播 这个他说 看老师直播 还偷偷买 还偷买一档 00830 你知道这档是什么 不知道 费半ETF 费成半导体指数ETF 他就去买在最低点 因为老师就是看好电子 因为我的直播 我就告诉你那个什么 我在假日直播 对 费半 因为之前费半是最弱的 我会跟你讲美股对不对 我会讲道琼 对 纳斯达克 然后我说 这一个最弱的就是费半 我说跌最深谈最高 连ETF都可以赚10% 你看到没有 他真的是好厉害 他今天贴给我看 今天贴给我看的 9.34% 成本25.91 现在28.4 将近10% 连这档他都赚 将近10% 你怎么那么幸福啊 也很稳 对啊 我跟你讲 人家还很 我们还讲很稳 对对对 我们都还不讲标 对 我们真的是富贵稳中求 稳稳的赚 虽然新唐真的很标 但是我们很谦虚 每天都稳稳的上涨 你知道为什么不讲标吗 我跟你讲 好 我说你要从有钱 你要变有钱人 你要靠股市致富 不是你曾经拥有标股 你要慢慢变富 对不对 老师说的嘛 巴菲特说的嘛 你有标股那要怎样 你人生有过一档标股 那你就人生从此就富有了吗 去年不是一堆标股吗 你去年有没有拥有过航运 有啊 标不标 你现在有钱了吗 前年那些生肌类股 什么合一 什么 有哦 那时候很多 对不对 对啊 标翻了 国顶 高端疫苗 对 标不标 有 标吧 标嘛 今年还有什么 去年还有什么 富邦 富邦媒 对 没错 富邦媒宅配通 东森国际 有 这一标不标 标啊 你拥有过没有 有 那现在呢 你有钱了吗 所以你们都搞不懂 你们都搞不懂 在股市里面你要变有钱的方式 不是你要拥有标股 而是每次的节奏你要抓好 就算你的股票不标 它有涨 它能够涨上去 你的获利 你的财富 你可以慢慢怎么样 滚上去 对 你要的是能够像巴菲特那样子 在50岁以前慢慢 累积他的投资精力 累积他的这个操作方式 然后他可以慢慢在50岁以后 赚到他98%的财富 是在50岁以后滚出来 老师还等到50岁 那那些不愿意等的 你记不记得我在前年 我刚来到投顾的时候 我在前公司有个年轻人 手上有100万 我带他稳中求他不要 老师你太慢了 结果怎么样 参加其他投顾老师的 电视讲出来都很标 他觉得很标 他在做权证赚更快 100万 结果 一年不见 归零高 来找我 没了 老师这两天不在讲吗 300万到最后剩5万块 自己做 当冲 想说这样赚很快 结果 所以人有时候不要太贪 不要想着一气致富 如果这世界上有 快速致富的方式 一气致富 那你们尽管去追求 如果网路上那些告诉你可以 快速致富的 快速翻本的 如果你相信他 真的可以这样的话 那请问这世界上会有穷人吗 你们都还搞不懂 到现在观念都还是不变 你是最简单的道理了 还是不愿意悔改 我们就是看好产业趋势 老师看好MCU 就是带着你买新的 我们就是这样赚 我还 每天稳稳的向上 我还亏他一下说 这周你韭菜游戏 会拿第一 会拿第一 我们韭菜游戏这周是最后一周了 即将进入总冠军赛了 好 你看他写什么 他写什么 好男人 我把它放大到那边 OK好 好男人是需要时间等待 对 好鼓更需要时间的等待 期待其他的道老鹰 展翅上腾 没问题 建成老师能给你 绝对比你想像多更多 好不好 让你等到了好男人 也让你等到了好股票 也让你赚到了你该有的获利 好的分析师更需要等待 当然 我说不要跟我擦肩而过 你看他本来不是清代会员 他本来是黄金 生钻石 钻石在生清代 他是一直赚钱一直往上升 赚钱往上升 而且他认同老师的操作理念 你们都不愿意等 我就说这两天 我心肠让你等的时候 他洗好几次 不过就短短一两个礼拜而已 他洗好几次 是啦 我讲上次148到155 又砍了回去148 对 我讲那一次没卖 没卖我不知道 有没有会员在恨我 有没有人在那边现在抱怨老师 老师明明已经长到150 150你不走 又给他回来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啦 你是做什么分析师啊 我自己做都比你厉害 到今天 自己做都比我厉害 今天175 今天来到175了 不愿意等了我就叫你卖一卖了 那你赚不了大钱 你不要等的 你不喜欢等的 那我就让你卖一卖 那你真的赚不到大钱 对啊 或者你现在手上有股票 你看他不涨了 你不想等 那你就自己卖一卖 你不用等我扣讯了 因为我扣讯就告诉你说 持股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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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对啊 持股续报就会变有钱啊 你不要嘛 你就每天看老师 为什么被套 那新唐 我让你买在145的时候 不是也 乌二战争不是得到139吗 那你要骂我 让你被套吗 人生自古谁无套 我是要告诉你说 没有人买股票不被套 你不能用短线的操作 来看我带你买的股票 如果你要这么喜欢做短线 你就不要做 不要来参加我 你就参加别人 真的 我再跟你讲一次 你们好好去想一想 这全世界有多少人 是做短线变有潜能的 重点是老师对于一档股票 的一个深入的产业的研究 而且呢股票是老得好 因为老师对他太熟悉了 从去年的五月的开始的操作 五月操作 七月操作 一月操作 今天三月再操作 每一趟操作 因为熟悉他 了解他的股性 也看好他的未来趋势成长 我跟你讲 新唐标不要我不知道啦 但是这一档我们就怎么样 再带你赚到钱了 是 有没有 你一百四不买 一百五那时候不买的 现在看到一百七几 有没有看到我节目又想要跳下来的 那一张差两万 差很多 如果你有几十万的资金 对啊 差很多 那你干嘛不来参加我会员呢 你在旁边看呢 你会费都赚回来了 你在旁边看呢 对啊 一档新唐会费就赚回来了 对不对你们说 那个在上面都讲得很好听 我们确实是有 才有办法讲得这么好听啊 实实在在的 对不对 我不是跟你讲 我从来不讲好听话吗 但是都讲实话 我讲实话啊 对不对 你不相信喔 不相信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钢铁鼓 老师其实钢铁也是一直预言 预言他会怎么样 走航运的路 然后呢会怎么样 Yesterday once more 去年七月的航运八月的钢铁 今年同样也是如此 航运接钢铁 今天一开高立刻就变要杀下来了 今天的钢铁股 现在要回到平盘了 那你今天的股票不涨 你前两年最高 你闷不闷 你看到我们的电子股 一档一档今天大涨 你闷不闷 但是我都希望 大家看了我们节目 你都避开了 希望你都卖在高点 都避开今天这样的下跌 重点就在于说什么 节奏嘛 我就说我今天看好股票 我买了我就等 我管你旁边在长什么东西 对 你在 你们有没有看过动物频道 什么动物 有没有看过狮子或者豹 它在追一个猎物的时候 里面是不是一群 一群羚羊啦 对啊 或者是一群斑马 当它去追的时候 你有看到它 从头到尾就一直追一只 还是它追一追 这一只在旁边我再来追一只 跑一跑 这边旁边有一只我再来追一只 这样它一定抓不到 有没有 你看到是怎么追的 锁定好那一只 锁定好 就是它了 就追到它为止嘛 就盯着它就是它追它 你有看到它跑一跑之后 旁边有一只在转追这一只 然后旁边有再转追一只 不会 累不累啊 累死也追不到 对啊 真的 从头到尾就锁定一只啊 其实这个逻辑你都懂喔 亲爱的好朋友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呢 老师在节目里面讲钢铁 讲航运是希望帮助你 是希望帮助你 各位亲爱的 这个行情我觉得很好做 但是这个行情呢 大家都觉得不好做 很简单嘛 因为我是老鹰 你们是麻雀嘛 你们要跟风做当然不好做啊 你们要跟风做 永远都是做后面那一只老鼠啊 对不对被主力割韭菜的韭菜莓 对不对被主力割韭菜的韭菜莓 我们好做为什么 因为你们大家不要 你们去跟风的时候 股票被你丢掉了我就来捡嘛 我特别捡什么 这档新糖洗多久了啦 大家只知道资源创为 没有人要做新糖了对不对 确实他在二月之前 确实他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了 而来到了三月份 建成老师看好他 MCU其实MCU是一个大题材 从台积电就看好MCU了 建成老师也都在节目当中 无私跟大家分享了 再加上新糖他是谁家 集团作账股在三月底 老师也都有告诉大家了 集团作账行情 活泼的股票都有机会 你如果很准时的看我理财大亨 我在理财大亨 我也讲过啦 对不对 你去看我的脸书 来还没教我脸书的 自己加 对不对你也可以来加 蓝色 蓝色框框是脸书 我在脸书这边 我讲什么 对不对我讲什么 让你领先看理财大亨的内容 你都知道 我都有follow ok 这个字卡都在上面 对老师领先直接先给你看 好先加入FB 然后订阅Lite群组 小老鼠HIH888 还有我们孤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频道 这三个动作都把它做好 来第四个动作打电话 五四二九九七七 我跟妳讲这一档 好 你看Main了几个月了 我买的时候 还有很不耐烦 因为遇到乌二战争绿空 杀下去 还要特别来问我一下说 老师这档要续报吗 我续报啊 续报啊 对不对 你看它洗多久 从这边 这几月 九月 九月 就是我们做完前面那一段之后 这是九月 对 九月 中间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二 二 半年 真的是半年 半年 整整半年 好 这个大W的 对 然后现在来挑战前高 所以说洗得越干净 打底底打得越稳 那接下来 这是掌碟问题 还是能报不能报的问题 你报好报牢来 我跟妳讲 这一档新唐在一月的时候 我的新春实战分享会 要不要拿出来看 我告诉你 然后呢 我想再去找一下那一个 有一个粉丝 看了我的实战分享会 对 新唐去买到一百三十五 去买在一百三十五之后 一月不是升息利空 对 打下来 一月在这边 就是升息利空 就是这里 对 就这里 对 一月那一波打下来 杀到一百二十五 对 你知道吗 那个粉丝 他怎么到liet酸我吗 我不看你分享会没事 我看你分享会 还害我去套牢 老师不要敲 好 那个时候确实是山头斜照 山头斜照下来 如果你把它报好报牢来 他有先弹一波 有弹一波上去 一百三十五 放到现在一张赚四万 对啊 来 我很想问那个粉丝 这两个月又是升息利空 又是恶物战争利空 对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自断手脚 自断经脉 还是你多会做 跑去做航运 做钢铁 你到底赚到多少钱 还是做太阳能 请问呢 你一张 一张十三万五对不对 对 你的十三万五现在变多少了 还是你买了我的新糖 放到现在你变十七万五 还是你的十三万五 现在连十万都不到 这是什么 能报不能报 对啊 而且你愿意信任老师话 你还讲看了我新春实战分享会 害你套牢 我告诉你 我就讲一句不客气的 你这位子你要靠股票 变有钱人很难啊 真的 你不亏光你的家产就不错了 我讲话就是这样子 你不高兴听了请你转台 老师之前常讲一句话叫 两步疑心坚定 等风起看天明 像刚刚那位跟婆婆借五百万的好朋友 就是跟着老师 两步疑心坚定 然后呢 就等风起看天明 我再讲一次 我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做节目 我可以这样的这么豪爽是因为 我做二三十年的股票 我问清楚什么样的操作才能赚钱 怎样操作才能赚钱 我来在投顾江湖做投顾分析师三年了 我也看尽 看尽各种投资人的心态 各种参加会员的会员心态 多数的人都只想要短线赶快赚到钱 对 所以 所以永远就是 你这种心态我告诉你 赚不了大钱 你这辈子你赚不了大钱 对 我也看到这投顾里面多少分析师 为了要迎合你的口味 为了要让你每天有股票做 他就每天要找每天都要会涨的 排名中的热门股 对 那请你好好想一想 这种行情 如果是去年六月你行情 我就告诉你 你随便追 让你套个几天你都可以截套 去年上半年是大多头的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真的要比选股功力 真的 而且现在选股功力 还带你每天呛的 你肯定会让你赔大钱的 你不要不相信 为什么 既然会每天呛 同样他就会遇到利空 叫你每天去杀低 你懂吗 只有我们这一种 看好一家公司的未来成长性 叫你报好报劳 时间到 你自然就赚大钱了 当然 但是通常怎么样 我们这样的操作 私底不讨好 对 少数人才 没有人愿意等 对 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富 很多人都想要今天 拿一万出来 明天我就想要多一万 世界有这么 好赚钱吗 好赚钱 有这么白痴的午餐吗 你觉得呢 因为老师看得懂这个局啦 所以你看在3月8号 9号 两天大跌了千点的时候 老师说all in 能有几个分析师赶在那个时候all in 但是你跟着老师两步移心坚定 你今天都赚得很开心 我跟你讲电子行情 你们那时候都在坐船厂的时候 我就是告诉你 我的立场没有改变 就跟去年7月8月一样 我就是十手四行仓库 就是电子 我就是电子 到现在还是电子 我还带你去低接电子 对不对 没错 今天随便拿一档电子股 不是比二乌战争的利空那时候还要高 今天电子又重翻五成之上的比重了 星堂 星堂错过了 金拓你也错过了 对不对 一档一档错过 金像店 金像你也错过了 对啊 还有华金科等等 下一档有没有 有啊 我等你来啊 对啊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啊 老师你一档ABF载版隐藏版都准备好了 你从1月看到2月 到现在 2月看到3月 从封关前叫你要跟我all in 到封关前那个礼拜大涨 对 二乌战争再来一次 又给你一次机会 对 3月8号9号再来 你还是不知道要把握 那更不用讲说 那一天跟你讲说 从去年7月就认识我的人 还是宁可自己当冲 以为自己很厉害 对不对 别人的血泪死都不干你的事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就比他们厉害 最后怎么样 还是一样把自己手上的钱都输光 或者套光光 有没有 所以我告诉你 不要想那么多了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会跟我一档一档在错过 你只要做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你要嘛改变你的操作方式 要嘛你就跟我做 要嘛你就转台 我说真的 你就转台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 把你的时间赶快拿去做什么 去读英文去进修 去投资你自己 让你加薪 那比较实在 好吗 老师讲话都是很实在的 老师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来不及讲新闻了 所以最重要的动作 亲爱的好朋友 如果你还在 你还在看 你还在等 你还在丢读 你又错过了 今天你看 新唐全雷达 你又错过了金像电 你又错过了联电 你错过了这一档一档 拜托请不要再错过下一档的大老鹰了 拉近和建成老师的距离 Come back to建成老师 回到建成老师的身边 最简单的方法 25429977 3月底签优惠回馈给您 过了3月不好意思没有优惠了 25429977 直接把电话拨通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甜心 谢谢各位 让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富贵 稳中求 欢迎加入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